我真觉得 最后街尾那个处理多忙啊 我没想到 那导演叫什么名来着 怎么信我 他这疼吧 反正他原来特早 我看了他拍一家剧 叫什么双面胶 对吧 对对对 你的那男的演的可好了 那窝窝在有时候跟你可笑呢 我要演比他强多了 他还拍了一电影啊那道 十点三十三天 滕华涛 笑风二十多个亿 我想起来了 对吧 媳妇这你说就过了 那二十多也没心 你玩挺多钱的 我这儿半张卡 到那儿每一部电影他都看啊 这么大个 你觉得是你家送的 还是我家送的 问个头来说是 应该是我爸送的 嗯 我觉得也像 嗯 咱们这媳妇可不可 可 我给你切 好 切 好嘞 不真 老公 我这回奖金拿回来 你去给那个 贝贝把那英语班给报了呗 就在你们公司旁边 人家才四岁 早了点吧 你说吧 你这不懂了吧 孩子学语言 就得从小时候 你就给他惯着说 你懂吧 他这时候才学得快呀 等他长大了 你再让他学得 其实费劲了 这倒也是啊 好 听你的 嗯 那你明天把钱给我 我去吧 我先去吧 那个 你是切片啊 还是拿勺勺摆着吃啊 切丁吧 切 我再给你炖了得了 老公 你不想去吧 那钱我怎么找不着了呀 不可能啊 你找找 没人动他 是不是你给放哪儿了 我没动 你那你想想 是不是你记错地方了 那怎么会啊 我早上发现还在那儿呢 能没有 这么搁着 都翻了 没有啊 这不可能 我应该 应该都就是在面儿 不是就在这儿放着呢吗 那上哪儿去啊 郭 郭副 你不是比我们嫌出来的吗 怎么再回来你 往街去了 要不然你打一电话 问问你爸你妈呗 打电话问我爸我妈 你说你跟明干干什么 你问问你爸你妈 我问问我爸我妈 家里不就这几个人吗 也许谁顺手 搁哪儿 妈 问一事 顺手 你没事顺手拿塌 一鸣啊 回来了 你们家那个水龙头坏了啊 俺该修好了 好嘞 好嘞 那个 我是问你个事 就是 我那个卧室的工作台上 放了两万块钱 你们 来的时候看见没有 什么两万块钱啊 老子帮帮我把包成贼了 你叫警察来抓我吧 你吼什么呀 我就是问一声 你没看见就没看见 怎么回事啊 他回家 你都发现 住了两万块钱 这这 我 我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个屁 我 你站住啊 牛鸣 你说实话 那个钱是不是你拿的 你看见没有啊 老郎 老郎 我爸我妈说他们今天带贝贝出去吃披萨了 根本都没过来 你爸你妈怎么说啊 我女话呢 是小敏 刘敏啊 可 可能是她 还不确定 我说吧 我说什么来着 这叫什么行为 这是偷盗 你别别急嘛 那这事还不确定呢 你这 我不管啊 他要不还回来 我就报警 干吗呀 你这说着说着报警 你这 这都是一家人 你说为两万块钱 你这就去报警 以后怎么出啊这 出 谁要跟他出啊 这是钱的问题吗 两万块钱怎么了 那不是钱哪 这是品质问题 郭一苗 你 你先想 我先想想 他拿那钱干什么呢 他 他 他是想拿这钱去整容 然后呢 然后呢 我给我闺女上学的钱 该给她拿去臭美吗 我发现你们家真的特别逗 无论她做了什么 你们都能找出一堆理由来 这孩子怎么会变成 今天就是你们纵容的 她就不知道做错事 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们这是害她 你知道吗 我是给她找理由嘛 我是可以分析这个问题 你找的原因不在心呢 你甭跟我分析 反正她不把这钱还回来 我就报警 等等 等等 我现在给你找去 灌吧 这钱是不是你拿的 我那是借 我以后还给你 你这叫偷你知道吗 知道 我 怎么还用上头了 咱俩不是一家人吗 我硬硬急 你还有理了 真给我和你股丢人 给你们老六家丢人 爸 你别急 爸 你别急 你先 你先回去 你先回去 我再出力了 还要怎么想 别急 说 我 我 刘敏 那钱是你嫂子 给贝贝留的学费 你说借 你跟我说过借这个字吗 你给我写过借条吗 我已经 花完了 我给打工还给你行吗 我现在给你补借条 你现在给我写 你都花了 你给我写有屁用啊 你根本没意识到 你错在哪儿 不对 你这根本就不叫错 你这叫犯罪 你知道吗 我就给你送到派出所 都不为过 你要把我送到派出所去 哥 你变了 你小时候多疼我呀 你满街拖着我买病棍 你现在要把我扑派出所去 我知道了 你肯定不认我哥 听说 是条命令是不是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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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吓你这臭嘴 还不够丢人现眼的吗 刘敏 刘敏 两万块钱 你就干嘛呀你 你怎么有这么丑毛病的 你 你还能在这儿带着吗 郭亦明 郭亦明 买火车票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第一板 你给我回家 我告诉你 回去我给你妈 给你爸爸 给你奶奶 我给他可同赔罪 我也不能让你在北京 丢人现眼 走 好 姑娘 我知道说了 你 你给我走 哥 哥 你别进来 去房屋搜图案子自宠 郭亦明 退不了 这是什么意思 合同上写得很清楚 这是定金 确定的定 就算是您不做手术了 也是不能退的 你怎么办 帝副 昨天下午刚交的钱 你给退了吧 这是医院的规定 再说签约之前 我们已经提示客户 仔细阅读合同了 是吧 刘小姐 问你话呢 没看见啊 哥哥哥哥哥哥 看什么来看 你这么白症 我们家最近特困难 急需用钱 您就给退了吧 抱歉 合同就是合同 如果您有异议 可以去工商投诉 我都是 你嘚瑟什么呀 你在嘚瑟 我告诉你 这钱退不了 你扫的立马让你滚蛋 别 别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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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你别逼逼了 我知道怎么办啊 哥 我不要回到家 我不回去 我最不回去 哥 我不要回去 老板 哥 哥 哥 行 就这儿 说吧 您给他送到京都小区啊 哥 哥 你 你干吗呀 你上车 哥 我这开 哥 我怎么办呀 你 你先回去 我这开会呢 哥 我不想回老家 那你让我怎么办 我又不是ATM机 哥 我错了也不行 让我干吗都行 就是别让我回去啊 你这样 你回去问你嫂子啊 你嫂子若同意的话 你就可以留下 行不行 他爸爸都要回去呢 我怀疑他最高兴啊 你真要这么条路 我也没办法 别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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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听我说 真是急用 我肯定 我尽快还给你 我 咱奶奶病了 不是前两天看着她不是 行行 没事 那改天我去看看 咱奶奶啊 我不忙 你忙吧 那是多不铁词似的 你谈你钱来 你不认真的 你 怎么了 没事 电话会计开完了 够快的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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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晚了 根本就没开 没开 那老公不喷你脸话呀 怎么地怎么地 去吧 钱吧 你身上有钱吗 我这兜里就一百块钱 还是莉莉给我这两张饭钱呢 嫂子 知道我借钱了 没有 没有 那你这 行了 你找我什么事 找你没事 我路过 刚从财务那儿去了 哪儿 财务啊 报销 吓死我了 我一直都借钱了呢 我一直都借钱了呢 进来坐再说 怎么了 公司能 预支我两个月的工资吗 这我可没那么大权力 或者 我管公司借两万块钱 出什么事啊 家里那些事 我都不好意思说 算了吧 没事 就当我没说 不是 你别急呀 我再给你想想别的办法吧 那我办法 太谢谢了 太谢谢了 我现在就给你写张欠条 不用了 记得还债就行 还 肯定还 加倍还 行了 还为你们家那点儿 破事发愁呢 至于你多大个事啊 你婆婆不跟你说了吗 那两万块钱早早会还给你的 然后再把那个刘敏请走 你应该乐才对的 对吧 别跟这儿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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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 疼疼着呢 我知道你是为什么事烦心 过一鸣对吧 对吗 以我对男人的了解呀 只要他心里有你 你回去啊 撒个娇 说两句好话 再滚个床单 肯定什么事都没有了 你让他往东 他不敢往西的 听我的没错 我觉得龟一鸣 辫子 他有万一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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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 那怎么了 哎呀 我说不清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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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什么 老年之友啊 送你婆婆的 对啊 合适吗 怎么都合适 我告诉你啊 这都是新型玩具 很贵的 多可爱 多贴心 姐 你婆婆需要的是亲情 不是一玩具 可是她要的亲情 会毁了我跟白杰的感情的 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天姐 赵总说让你去开会 什么会啊 她也没说气 行 我知道了 快去啊 说不定是好事儿吗 对了 今儿中午咱俩出去吃点好的 过于明儿都不在乎这家呢 我凭什么这么接见 终于开了窍了 就这么定 妈呀 不是我不孝顺 其实我这也是为了咱家好 对吧 您能理解吗 想不想吃 外公给你做菜 说 这 你看 对对 对对 你这老头是不是喝多了 我说你这怎么对 就是喇叭 你听见了没有 叔叔 你没事吧 你怎么回事儿 你怎么回事儿不长眼呢 我怎么不长眼了 你说什么呢 她突然间出来的 小区里你开这么快 你疯了吗你 谁开 你开 你开我开的装成什么样了 你别以为你这个女的 我不敢打你啊 你打一个试试 你松手去 打呀 你松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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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萌 我打不起我 我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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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别哭 叔叔你没事儿吧 我扶你回家 刘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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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 你上楼 叫你廖阿姨下来帮帮 我是心脏不舒服 我得坐一会儿 我再就上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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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一会儿 叔叔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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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哭了 不哭了 还不听咱们 不哭了 等你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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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了 我到家了 来了来了 那你着急 干什么呀 我到家了 有 有 怎么在那 快点 怎么在那 那么鞋子 我说了 你摔了 我 我 叔叔 你 他 他 你看我你摔着了 那下着球 不哭 哇靠 走 给我给我给你洗洗 疼吗 疼吗 孩子 给我给你洗洗不哭 爸 我 那个 咱家车保养好了 可以去取 但是我这儿实在走不开 明天咱还用车 您看 要有空您去取一下 行 到时候我把那个地址发给您 还有就是 钱的事您别操心了 我都搞定了 好 好 拜拜 麻烦你们了啊 谢谢 谢谢 不用那种计划 那种计划 那种计划 这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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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这是招聘厨师啊 知道吧 在哪儿 找谁 我在那儿吧 好 谢谢 谢谢啊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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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厦 那您说 您是招聘厨师是吧 是是是 您看我行不行 看着挺好 您干过大造吗 就是那种几百人的那种 看过 上千人都干过 不凡您说 我以前还就在 国营那个时常干 怎么样 大爷您 您今年多大了 六十出头 六十多了您啊 看不出来吧 您身板挺好 但是我告诉您啊 我们这次应聘啊 它用年轻人比较多 像您这岁数 我估计够强了 我经验足啊 我以前就国营的 好几千人的企业呢 没问题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 但是我们这次啊 真是用年轻人 您 您那年龄 确实有点偏大 我建议您 您还是到别处硬片 好不好 您看看 行吗 行 您到别处看看 好不好 不好意思啊 谢谢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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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老师 兄弟 你们这个就是那黑车吧 对啊 挣钱不挣钱 你这要赶上好时候的话 四五千没问题吧 怎么着 你也想干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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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问问 你忙 你忙啊 行 你好 你回来了 我爸和贝贝怎么回事 要不要去医院呢 他们睡着了 平时 你说 问题不大 他们到底出什么事啊 就是有个人他骑摩托车 差点就把贝贝撞上了 你把他受了惊吓 心脏命都翻了 这还没事啊 没事 吃了药了 我爸没说他别在这儿哪儿不舒服啊 没有 还好 他没在这儿睡呢 他怎么在哪儿啊 你爸说了 今天啊 全靠刘敏 靠刘敏 是啊 你妈回来了 妈 他妈跟贝贝怎么干了 他们都睡着了 你怎么知道的 小敏给我发的短信 我是一直开会 然后关机来的 是啊 今天啊 可真是 全亏了小敏 你不知道人家 光着个脚丫 跑 然后抱着贝贝 就上楼 你胳膊都受伤了 那个 原来 就是那个 你恐怖他们也挺紧张的 要不 还是让刘敏搬回来住吧 我知道 好 那我就去看看你爸去 那觉得 谢谢 你去看一下 你好 你好 你去看一下 下一Com 你 CDC особенно 别怪贝贝 比 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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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emphasized 孟子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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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给你寄过羹 谢谢你 干嘛呀 嫂子 你干嘛呀 你别这样 我应该做的 你要我逮着妈妈 但我打不死她 行了 人没事就行 安全第一 对 嫂子 我真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吧 海凡 咱们今天话都说到这儿了 咱干脆就把这个问题彻底说开 好吧 行吗 一鸣 行 当然行了 你们说 好 别别说 说 你看吧 其实 你想当模特 这是有理想 我跟你哥 只要是在能力范围之内 一定会支持你的 但是咱想出来做事 首先得学会做人 你想你到社会上 你那脾气这么 一上来 你说外边的人 他不可能像家里人 这么理解你 包容你 原谅你 你说呢 听明白没有 这都是你嫂子的肺腑之言 记心里了没有 记心里了 记心里了 嫂子 我真知道错了 你看我表现 行吗 还还还在看你表现 嫂子原谅你 并不代表说 你就可以不回老家了 我知道 我嫂子只要说一步子 我立马就走 嫂子 你现在是我爸 是我闺女的救命恩人 我能不原谅你吗 真的 我嫂子原谅我了 嫂子万岁 去去去 我本来 真是 来了 谢谢你 你没事 我没事 没事 真谢谢你 真谢谢你 谁啊 你没事吧 一鸣 老贤 怎么样了 什么之谅 谁呢 没事 没事 爸妈 什么 睡了 都睡了 刘鸣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们要是找不着贝贝 你要瞒到什么时候 爸 您别说一鸣了 是我不让他说的 怕您二老着急 都没事了 睡着了 怎么办 没事 咱俩去看看去吧 我看我爸睡不睡啊 我能打个招 走吧 走吧 看一看 干嘛呀 钱我已经还给你嫂子了 别说漏了 真大 就钱呀 哪来的 不用你操心 小心哭啊 明白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还有啊 你那什么模特梦 先暂停 死道破 行 反正罗姐说了 咱晚得帮我 干嘛呀 罗总 哪个罗总 罗嘉义啊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今天早上呀 你刚把我扔那儿 我就碰碰他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别乱求人 嘿 怎么是我求他呢 他非得帮我 你这点儿不失好人心了 闺蜜 我不是好人心 我告诉你 走吧 妈 走 告诉你啊 不许提钱 不许提罗嘉义 否则就回老家了 你这些人 你这些人 唐老了 这么说这个事 是刘敏干的呀 是啊 秦家母 你看那小敏 那手都受伤了 我真的 没事 阿姨 都是我应该做的 就是没抓着他 要让我抡死他 好 山上的小女子 也是我们老关家的人 刘敏 今天这个事干得好 标扬 谢谢姑姑 我 不能夸她 夸她就胡来 这个 是吗 小敏这个事做得好 做得漂亮 小敏 你这个字做了以后 俺回家跟他妈也算有个酒带俩 你说什么呢 姑 我嫂子同意我留在北京了 是吗 是 妈 最近发生这些事吧 有坏 也有好 教育了小敏 也教育了我 真的 我是愿意让小敏留下来 对 对 对 我们贝蕾说得对 现在呀 我们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了 不是 不是 贝蕾 小敏今天干的事 她应该干的事 这和你把她想留下来 这是没关系 这有不数的买卖 说你卖我买的 老公 你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啊 咱们在北京 也都飘了一阵子了 我现在是真的感觉 贝蕾和一鸣的难处 想扎根北京 不容易啊 你们太不容易了 所以刘敏这个事 你 你们千万别为难 不让她留下 我跟你妈一点怨言都没有 她是我们带到北京来的 你们没有责任 爸 贝蕾是真心的 您就当给我和小敏一次机会 让我们俩互相认识一下 重新了解一下 好不好 好 好 好啊 好 好 不 不 你们放心吧 我一定重新做人 好好做人 对 这就对了 那 那 你们是同意我留在北京了吧 我早就同意了 太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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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太红了 太红了 都说了 同意我留在北京了 干吗 非拉我回去 刚夸完你这孩子 今天动事了 人家田美丽她爸爸 身体不舒服 今天要住在这儿 你再住在这儿 你这不添乱吗 我 我添乱 你看你这个女子 这要说 天美丽还挺大度的 你说这 刘明说留下就留下了 可不是吗 那是吗 明天俺买个火车票 俺自己回老家的 回家干什么 那个 俺兄弟来电话了 说干嘛 身体不太好 那回去看看呗 这老天爷爷是不愿意看见咱们这一大家的人分开 再让小敏帮了老天 没错 不过以后你还是得看着小敏帮啊 回去睡觉 明天先送你 然后俺再出车 你还真想去干那活去啊 不敢这么挣钱呢 是 您放心 以后俺就是每个周末 跟一鸣借车跑个外活 就算简直了 你跟一鸣说了吗这事 能挣那钱再告诉他 走 习惯了 我 谢谢你 为了所有的事 谢谢你 为了所有的事 别客气 都是为了你和我的战友情 撒毁了 这边啊也没您什么事 您就在家都陪陪老了吗 行 那是我走了 你爸您要不照顾着点啊 那行了 赶紧走吧 时间不得人了 爸 你拿好了 别着急 老爸 您好走 走 上车上了 快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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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挺不快的嘛 我上次送来的那个老天之友 就是那只熊 他们挺喜欢的嘛 那是最智能的玩具了 带智能也不是人了 不是 那到底怎么了 对 要是那只熊坏事了 你们还是自己看吧 孝菊 妈 我在这儿呢 陪我玩了一天 累了吧 乖 睡觉觉 妈 那只只熊 别让人 别让人 妈 你先出去 下 乖 乖 睡觉觉 阿姨现在已经有点 精神妄想的症状了 我再次告诫你们 你们一定要多来看看他 给他关爱和温暖 如果病情再这么 继续下去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再这样发展下去 会怎么样 疯掉 疯 白姐 我 我早知道 不给他买那只熊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 护士 我们办出院 疯掉 白姐 给妈收点东西 不 白姐 我不是 冯莉莉 我告诉你 我就这一马 我不是那意思